最近有好几只小宠物褪皮成长了 有承巴布 有圆盾螳螂 还有格雷鹿芳蟹 我们先从承巴布说起 这是承巴布的饲养盒 里边蜘蛛网密密麻麻 就跟个盘丝洞一样 我想把承巴布的壳拿出来 它还不乐意 我们靠近点看 它推的壳和它本身其实挺接近的 大家注意看 这是承巴布头部推下来的壳 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挺漂亮的 像一个工艺品 这家伙就是不让我带走 趁他不注意 康康还是拿到了他的外壳 外壳上还有他牙齿 看到没有 黑色的长长的牙 来给个正面特写 推完皮之后的承巴布 颜色特别漂亮 感觉像一只毛绒玩具 这家伙 奋着盒子往上爬 但是爬不动 掉下去了 还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下面是圆顿螳螂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这是一只羽化了几天的圆顿螳螂 我们镜头靠近看一下 这只圆顿螳螂是一只母螳螂 个头非常大 下方就是螳螂羽化之后 退的皮 康康把螳螂饲养盒外面这一层先拿走 这样比较方便观察 康康从角落里边拿出螳螂退的皮 淡黄色的非常轻薄 好 康康先放在这 这只圆顿螳螂个头很大 康康希望它的战斗力也能很强 曾经有一只圆顿螳螂特别强 我希望这一只也能再续辉煌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格雷路方蟹退的壳 这是格雷路方蟹退的紫色的壳 格雷路方蟹退的壳 钳子是可以活动的 大家注意看 这个壳右边只有两条腿 是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 它掉了两条腿 但是退壳之后 它的腿就再次长了出来 因为刚退壳比较软 康康不能碰它 这是另外一只格雷路方蟹 它没有退壳 康康可以逗一下它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